風月って 好 歡迎來到 你現在收看的節目是 雷欽時間 我是劉俊繞 瘦魈王 我們傳說當然是雷千 veulent 雷偉元你好 雷偉元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我們上一次 倆偉元跟我們講到了 就是現在 日本的新安保護法一通過之後 馬上隔天就在宇納國島 去做布軍 建立了監控雷達戰 使他們成為一個 美日軍事行動的一個眼睛 馬上接著從4月4號開始 到4月15號 美國跟菲律賓 又組成了一個聯合的軍演 這個聯合軍演叫做肩並肩 這個規模跟目的 到底對於中國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對整個東海南海 又產生什麼樣情勢上面的緊張 我想今天美委員要來跟我們做 繼續的一個精闢的分析 我想先請美委員先講 這一次的肩並肩的軍演 美國跟菲律賓的規模 到底是有多大 位置在哪裡 好 先講一下肩並肩這個軍演 是非常罕見的是以美國為主的 因為大家要記得 菲律賓並不是一個軍事上面 很強大的國家 在菲律賓跟台灣 有漁船糾紛的前後 大家可以看到一般的菲律賓 它的武裝的能力是相對弱的 對 所以日本很快的就說 我的船艦可以很便宜的來讓你使用 然後也藉著美日安保往南擴 加上了新的安保法可以讓它從專手防衛 就是只能防衛日本 到可以跟別人去協同作戰 它就擴張了它的軍事使用的範圍 所以這一次表面上看起來叫做美非澳 就是主要是美國有5000人 菲律賓是3500人左右 然後澳洲是80人 這個是屬於一個象徵性的參加 但是沒有講的就是日 因為美日是同盟的 同時它在新安保法裡面 可以行使集體自衛 所以你可以想見的就是 美非澳是這個肩並肩作戰的 明目上的主人 但事實上我們還是要把日本加在裡頭 來思考 因為所有的戰爭行為 包括演習都一定有針對性 我想菲律賓你當過兵 你就記得你什麼施對抗 領對抗 它一定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假想敵 我們從這一次 它的演習的主要內容 你就知道它的假想敵是誰 因為它的演習的主要內容叫奪島 跟反奪島 就是你的島去奪了 或是你被人家搶走了 你要把它奪回來 第二叫做遊警 那請問美國最近在 全世界在這個南海海域中間 說哪一個國家 是在用軍事化要塞化的方式 改變本地區自由航行跟安全穩定 講中國 然後遊警的部分 從972這個專業平台開始 講的還是哪一國 中國一直罵中國 所以說這個肩並肩的軍演的目的性 跟它的針對性是非常清楚的 那麼我們從美國的大戰略來看 你就理解 它並不是一個偶一為之的行為 美國的大戰略 從我們很早以前從希拉蕊 現在在進行選美國總統的希拉蕊 當時他就要去做重返亞太 他在執行歐巴馬的政策 那麼在重返亞太的過程中間 西太平洋 他們一直用自由航行 或者是和安全穩定的航行 作為介入本區的主要藉口 那麼除了戰爭的這條路線 就是軍事上面海軍的船艦跟空軍的飛機以外 另外一條路線就是TPP 就是它用經濟協定的方式增加彼此中間的同盟關係 TPP它最先選擇的國家在南海 就是菲律賓跟越南 握著南海這個帶口的兩邊 那這兩邊的端點訂了以後 接下來它在一直不斷的發展的呢 就是往印度去發展 往這個緬甸去發展 那麼也往澳洲去發展 所以這個大的鑽石菱形 就是美日所聯合起來講的鑽石菱形 是它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此我們這次去看 在美國跟菲律賓 就在這附近軍演的過程中間 奧地利被拉進來了 日本是隱隱含在背後 其實日本現在不用來了 它是台灣附近的雨娜國島 這裡待命就可以了 那所以日本在這附近 它做成了一個重要的聯盟關係以後 我覺得另外一個需要去觀察的就是 這個軍演中間它會動用多少的飛機 因為美國的防長卡特 趁著這個軍演的時間到菲律賓去 他中間一邊是要觀察這個 肩並肩的軍演 同時他在討論要去建五個飛航的基地 那這五個飛航基地 當然是針對著中國大陸在南海部的島礁 因為南海的這些島礁 現在有燈塔也好 有跑道也好 它都從海南島三沙市 就是一路往南延伸了 中國大陸對九段線的 完整的軍事防禦跟控制 所以如果你要去突破 這個九段線裡面的軍事防禦跟控制 當然從菲律賓去 要比從關島 夏威夷去要更近很多 也會比從美國 從日本 本土這樣過來要近很多 所以菲律賓將會建五個飛航基地 那這五個飛航基地 將會是未來南海中間 在空戰最重要的彼此對陣的地方 OK 所以這一次這樣子的話 感覺上菲律賓變成是美國的一個要塞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說這就是整個南海 他們不叫南海 他們叫做西菲律賓海 整個南海的軍事化跟要塞化 所以菲律賓跟印尼都是個多島國家 所以它有一些很前沿的島嶼 這些都是現在在討論要要塞化的 就是它跟中國大陸的對陣 它中間的距離就越來越短了 往前推進 它會成為美國的前進基地 這等於幹嘛 九段線在這裡 然後他們等於在這邊設置他們的要塞 對 所以說等於是短邊相接了 對 而且這邊應該都是空軍的基地 也就是說未來我們猜想 南海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地形 它底下有很多地方 對於潛艦來講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大家記得去年 當美國的航艦經過了這一段之後 中國大陸終於就告訴他們說 你們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的潛艦已經鎖定你了 告訴你說你完全沒有偵查到我 所以你不要以為在這個地方 你是很安全的 事實上我們是有能力來反制你的 所以因為它的地形非常複雜 在潛艦作戰來講是相當有利 那麼因此兩邊除了在海上的勢力以外 都在布的是天 就是飛機的作戰能力 也因此他們會對這些島礁 擴張了3000公尺的跑道 做這麼強烈的國際抗議 那這個我要請教一下 從日本在雲納國島設一個岩 然後現在美國又菲律賓 又聯合了澳洲跟日本隱形的 這整個加起來 加起來已經將近1萬人 1萬人這樣的軍演的話 中國的反應是什麼 現在一定是冷處理 因為你不能兩邊熱對熱 所以中國最近的反應我覺得很有智慧 因為他在這一帶附近 也做了一些演習 可是這些演習 第一是說海上救難 這一類的演習就是非傳統性質的演習 你們大家說要和平使用 那當然就和平使用了 中國大陸再蓋了一個燈塔 燈塔是在國際上面 是不可以攻擊的一個建物 這是所以日本一開頭在釣魚台 他們叫間隔豬島上面 建的也是一個自衛隊的燈塔 所以你建了一個燈塔表示說 我不是軍事用途 我是要保障海上的航行安全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目前的布局 有幾個地方是相當聰明的 第一它第一個大的高大的建物 不是一個雷達站 不像宇娜國島 我就硬碰硬告訴你說 我是軍事上我放一個雷達站 中國大陸放了一個燈塔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把 那個指尼刀交的燈塔 把它放在這個圖上面 另外他在這邊做的是那種 非傳統型的演習 海上救難等等 建立的就是 大家都可以和平使用南海 不是只有你美國要求自由航行 我們大家都可以和平使用 而且一個強大的中國的海上力量 將會是未來南海救難的 一支可靠的援軍 它大概是這個邏輯去走 那同時當然我們看到菲律賓 在海外法庭馬上就要判了 那台灣也是很清楚的 去告訴大家說 太平島不是一個礁 那麼太平島在長期以來 是由中華民國叙手 然後我們有駐軍 我們有駐人 這個島嶼本身可以叫做 Sustain Natural Life 它可以支撐自然的生活 島上有淡水 可以養鸡鴨魚畜等等 所以當太平島被明確的判定 屬於台灣所有的時候 那至少由太平島所衍生的 專屬經濟區 以及這邊的海域中間 關於領海跟公海的相關規定 那麼台灣就有上桌討論的權利 當兩岸都有上桌討論權利的時候 比較容易能夠促使一個 南海行為準則的發生 而這個南海行為準則 當然是應該由周邊的域內國家 而不是應該由美國跟日本 這兩個域外國家來決定 這也是為什麼菲律賓 變成美國非常重要的盟友 今天沒有菲律賓去強硬的 主張他的權益 美國是沒有力量在這裡 指三道四的 OK 今天的時間關係 我們非常感謝內委員給我們精闢的分析 謝謝內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